彭夏大哥怎么看 刚才王委员说 他不是不代表 在朝 我更是 我什么党都不是 赖清德 他的怎么布局 也没跟我商量一下 但是呢 话说回来 不管是赖清德也好 或者说是小英总统也好 他们每次的 选举的得票数 跟民进党的 政党票 都有一段的差距 换言之就说 他们之所以能够当总统 不光只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在支持他们 很重要一部分 就是所谓公民社会的力量 这个公民社会的力量 坦白讲 比现在所有 在台湾的政党更大 如果说 我们不考虑到 公民社会的力量 跟公民社会的一些的 这个公共意见的话 可能会伤得很重 我觉得说 今天我作为一个 公民社会里面的一员 我个人的看法是认为说 第一个 今天这个团队 特色在哪里 功能在哪里 过去有很多团队 财经团队 治安团队 找郝伯春 叫治安团队 那么 以前找孙玉璇 财经团队 很明显嘛 你这个 就那个定位啊 很清楚 但是我 坦白讲 我在那个公民社会的角度 我心想说 这些什么 这个定位在哪里 有财经专家吗 那个 公民贤 公民心 有点财经背景 对不对 但是 说实在 在台湾很多的财经界里面 他到底能够排怎么样 我也不晓得了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说 这个团队最大的特色 就是没有特色 不要说 站在赖清德的立场 跟他能够配合 我请问 小英总统 大家都觉得他做得不错 他第一任用的是林权 后面的赖清德 苏贞昌 跟小英总统 有什么搭配啊 他们是很擅长搭配的吗 这比较接近党内平衡 对啊 就是说 当时用赖清德当院长 赖清德是新潮流的政治明星 新潮流的直辖市长 所以比较接近英系 跟新潮流的党内平衡 然后当时用苏贞昌 也比较接近党内平衡 对 因为起先英书是很不合的 对 但是苏贞昌够老嘛 所以说 所以还能压得住正脚 所以说 小英总统当时不是考虑说 跟他能不能搭配的问题 嗯 他考虑的 你刚才讲 好 党内的一个权力的平衡 嗯 除了权力平衡以外 他也考虑到说 这个人够不够分量 至少呢 这个赖总统当行政院长 没有人会质疑说 他够不够分量 他确定够 对不对 苏贞昌更不用讲 好 他第一任是当阿扁的行政院长 如果这个传闻属真的话 因为周景文我们也认识很多年了 对 老朋友了 我相信他 绝对 我认为今天的消息都是真的 对 所以说 但是会这样放出来 还有一个多月嘛 这代表说也在放风声嘛 嗯 对不对 那么放风声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 当然最主要也是要测测风向 这个团队关键在隔魁 为什么说关键在隔魁 隔魁是行政首长嘛 你能不能够执行总统的意志 固然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 总统等一下为你背书啊 如果说这个团队 受到社会的批评的话 你不要一出手 哇 就面临一大堆批评 刚才林官也讲 行政院长应该多点 行政历练 好啦你们两个都嫌他行政历练不够 不是我嫌他行政历练不够嘛 因为这个是摊开来的 对不对 他当过立法委员 当过什么 党主席 当过这个行政院的秘书长 这都是幕僚长 不是一个部会的首长 幕僚长跟部会首长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说今天 我很注意看赖清德曾经讲过的一些话 他曾经讲说 这个我们的团队啊 未必都是民进党 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好 因为现在 潮小也大 要考虑到另外的一些的 这个社会的支持 要扩大选材 第二个 南清德常讲 要勇于为政策辩护 我要稍微提醒南清德一下 不是勇于为政策辩护 要能够为政策辩护 能力很重要啊 你光有勇气有个屁用啊 你今天你不能说部会首长 还要我们来帮他 帮他讲话 还要我们来帮他解释 那你就不要当嘛 部会首长是什么 政治任命啊 你政治任命 你就要考虑说 你有没有资格 你有没有能力 来为你所 这个支持的这个政党 或这个团队 来做辩护嘛 如果你连这个能力都没有 你不要干了 坦白讲 现在的国防部长邱国正是我同期的同学 虽然我们没有任何交集 我说实话 他做得很辛苦 为什么做得很辛苦 我后来我就仔细看一下 他最大问题是口才不好 第二个 没有什么心眼 我说的心眼是心战眼 你要知道你一言一行啊 都是对国防 对大家的心防影响很大 你没有那个心战眼 你没有那个口才 结果你讲的话 就觉得 随便取一句 就变成说很 很负面的样子 我觉得说真的 不要考虑什么啦 哎呀 什么谁行谁不行 我们这个国家很上轨道了 大家按照规矩办事 首长没有到这么严重的地步 而是说 有没有辩护政策的能力 第二个 你不要成为一个枪把子 引战 所以引战就是 如果你有某些的立场非常明显 或者你个性非常的爱跟人家杠 比如像我这样子 那坦白讲 我到底发现那岂不是给总统 对不对 找麻烦吗 所以我就不去啊 对不对 这个坦白很重要 今天说实在 如果今天是按照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的话 我说实在 我个人觉得 我觉得赖总统应该多考虑考虑 第二个 现在真的很多问题 赖总统去看了高科剧啊 看了什么国防工业等等 很好 这很有前瞻 很有企图心 但是说实在 我觉得民进党执政以后啊 特别要注意一点 不要脱离了你的根 基层 到现在为止 基层还没有复原 三年的这个 这个疫情 伤得很重很重 伤到哪里 伤到基层 基层是什么 就是你的骨肉啊 如果今天赖清德还不把基层的 这样的一些的问题当作重要问题 高科技需要你干嘛 不需要了 高科技本身的生存能力比政府还强 你说其他的国防工业 他们自己自主能力强得很嘛 对不对 真正需要的 是社会那个发不出声音的那些啊 不要忘记啊 你是怎么起家的啊 包括你自己啊 你是用最基层的矿工之子起家的嘛 如果你今天 对基层的这些苦动 你无感 你一天到晚看统计数字 哎呀很好 富国神山 又有富国群山 那说实在 很快啊 2026又会 遇到一些问题 如果你的团队 看不到这样的一些的 人才 看不到这样的重点的话 哦 真实 我作为公民社会的议员 我为你感到担心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冠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 不是真正的 都是真正的 你自己的 不错 我订阅